iPhone学习看了很多测评 还不知道上手试拍体验如何 那今天小记者Amy就来和大家一起拍一拍 看一看 那首先是颜色方面 我觉得16跟16plus的 湖蓝色跟白色真的很好看 那其他颜色呢 就稍微有点吵到我的眼睛 那Pro跟Pro Max主要是高冷挂的 沙漠金 我就看过时候 我觉得是好看的 大家可以放心 那讲过颜色 来大家看一下前后摄像头的一个表现 那前置自拍的话呢 我觉得瑞化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而且肤色还挺透亮的 那后期你也可以通过调整光圈 来增加背景模糊的效果 和焦点前后的变化 我觉得操作是比之前流畅 而且效果也更加的自然 那这次16系列呢 是有新增这个摄影风格的滤镜 选择比之前更加丰富 而且很容易调出冷白皮 或者是暖白皮的肤色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圆图和右边调色后的一个对比 那讲完前这次拍 我们再来看看后置的这个摄像头 那我跟拍照的小的猫老师 本来只有一点点心动 结果在现场体验完就直呼买它 哇 我觉得好看的 我觉得好看的 是不是 好看的好看的 就是整体会感觉很轻透 而且你放大看的话 细节也很不错 那这次16和16Pro系列分别支持 两倍和五倍的长焦 能够让你拍远点 同时也能让画面更加干净 当然你也可以用微距模式拍近一点 那超近的对焦距离 能够让你发现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而且如果女生想要拍摄 今天的妆容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模式 不过后期可能就要磨一下皮了 因为放大看实在是有点太高筋了 那这次我还玩了我很期待的16Pro 4K 120P模式 拍了一个旋转的慢镜头动作 那这个高帧率的慢放真的是很有趣 我觉得用它去拍摄一些氛围感的镜头 应该效果也不错 那接下来这个混音真的震撼了 那我是在现场放了背景音乐 然后录制了对着镜头说话的片段 那在后期混音编辑的时候呢 你用inframe这个效果 就可以把人声完全剥离出来 这意味着什么 你拍摄的时候就完全不需要麦克风了 我们现在在苹果的新品的发布会 然后这边再放B线 我在讲话 讲话 就是整个对比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那最后就是这个新的相机控制按键啊 为什么我放最后讲 因为体验时间很紧张 我其实没有完全学的特别明白 就它上手操作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研究一下的 比如你按的轻重大小都会掉出不同的菜单 不过我觉得这个按键在后置拍照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 就是比之前按音量键拍照要来的方便一些 那除了iPhone呢 我也设一下其他的新品 比如AirPods Max的各种颜色 我觉得真的是时尚潮流产品 就是戴上感觉整个人都变帅了 那紫色是真的挺好看的 但如果让我选 我可能还是更喜欢白搭的新光色 那和我一起去了想的猫老师呢 他也体验了S10跟Ultra 2的两款新表 那总体来说就是更轻了 表面也是真的有变大 好啦那以上就是来自前线小记者的Apple新品速报 那我是Amy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